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子 預約系統凌晨開放時出現問題 有超過110人預約今日接種 他說職員仍然會幫他們打診 有少部份市民都成功預約了今日 來到中心接種疫苗 我們的同事都通知了這些朋友 但有部份他們今日都來到 我們的醫護人員都幫他們接種了疫苗 我知道都有超過110名的市民 很多都是長者或者是他們的照顧者 來到這裡來接種 我覺得這個都是好的 他們都是屬於優先的接種的組別